但是当车开到一所大学附近时 意外发生了 那么这起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 据警方调查 被撞者沈某是一名在校的女人 2004年8月 桂敏海因交通肇事罪 被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断肠之痛 受害人沈某被撞身亡时 年仅20出头 这个家庭完全是崩溃了 完全是倒塌了 对他爸爸这样一个人 身体又不好 在遭受这个打击 那时候得到精神病 精神上一点抑郁症了 就是恍惚了 要自杀了 受害人的母亲说 这个小房间平时都是她在打理 虽然简陋 但都是按照女儿的喜好来布置的 这位母亲的每一个手机屏幕上 放的都是女儿的照片 我的钥匙 我的附加时刻都是她的照片 所以这个事情 直到我死 闭上双眼 我都不会忘记的 在父母身边尽孝 没有国 没有家 没有故乡 就是说当一个人 他感觉到 他生活的地方 永远都是别处 他内心是不可能 永远平静 却无法在老人身边照料 那个时候的贵民海 曾经不止一次地 想回国自首 二零一一五年 我爸爸得癌症 去世了 我也不能回去蹦伤 事情以后我妈妈又得重病 所以 我是日夜思念 我想要在她 有生的时候 再能够看到她一面 所以我要回国自首 我要承担我自己的责任 我也愿意接受 任何处罚 受害人一家 带来的是怎样的一种痛苦 那一刻贵民海决定 回国自首 这里我要向受害者家属 表示我最诚挚的 道歉 对不起 我知道我对他们造成的伤害 那是和痛苦 那是没法弥补的 但是呢 我会尽我的有生之年 来赎罪 哪怕能给他们带来 一丝一毫的安危 贵民海说 当他下定决心 回国自首的那一刻 也准备好了 对自己的行为 承担法律责任 回国自首 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 和任何人没有关系 我也不希望 任何个人 和机构 包括瑞典方面 介入或者干涉 我回国的事情 贵民海说 这些年来 自己虽然逃到了国外 但是心里却始终感觉是漂泊无根 没有家的人 二 请不吝点赞